8點可以嗎 老師有課的話可以不用去召喚 你說星期一早上8點嗎 對阿 應該可以吧 好阿 可以 好吧 不行阿 只簽一節阿 不要這樣子 那我們先那個就這個 我們 12月12號好不好 我們早點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啦好啦不然我們那個 不然我們那個 8點 我們8點10分上課嘛 好不好 好阿 早上是會時間 蛤 教室 教室 教室8點就開好應該沒有什麼問題阿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阿 8點開啥 7點50開就很好了啦 這邊見阿 這邊網路很好 網路比起這個 這個寢室應該是好一點阿 好 好好好我再跟 我是要跟誰講阿 招惠 招惠我是要跟誰講阿 招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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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跟他講 好不好 好 好 那個 我們今天來上這個 第十二課 那這個 第十二課在上之前阿 我們先跟大家強調一下 因為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對不對 這個 我們在這節課以前上的所有方法 幾乎都是現境的方法 除了一些 這個什麼 最近鄰居法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那 我們上次試過那個什麼 那個 最近鄰居法 但是問題是那個方法好像 就是 Performance還蠻差 對不對 我記得大家應該有印象 那大家上捷克學的那個 彈性網路覺得很棒 就 基本上 我們稍微調一調他的參數 他的Performance就 自己可以 光自己跟自己比就可以上升2% 所以 基本上已經很棒了 對不對 大家應該有印象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講他的問題了 他畢竟還是個線性的模型 對不對 那線性的模型的問題是什麼 來我們現在先複製這一大串語法 這大串語法是拿來畫圖用的 大家不用管 大家不用管說這串語法中間有什麼 這就是一個函數好不好 這個 函數你不需要學 也沒有必要 好 那 重點是這樣子 我們先隨機的產生 X1X2 這個都是 隨機產生一些數值 然後 X1跟X2 和Y的關係怎麼樣 是 1加上0.5倍的X1 加上2倍X2 然後等於LR1 LR1大於0的話 Y就等於1 然後反之就是0 這樣可以吧 所以 你光看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在運算之前只有我知道啦 這樣可以 你光看這個式子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線性關係 可以吧 什麼叫線性關係 就是沒有 一次式以外的東西 這樣就是線性關係 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那個結果啊 看到了嗎 你因為 這條線你可以輕易的把藍點和紅點割開 你這個數字是可以換的喔 你可以換0.7 這個 邊界會不太一樣啦 但是 你這個數字是隨便換的喔 就你不要懷疑這個 羅吉思惠歸的這個在線性分割的能力啦 好不好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如果今天 紅點跟藍點是可以線性分割的 羅吉思惠歸是絕對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 好那最後一件事情喔 這個 我為什麼只用兩個維度 這只是為了讓大家方便看喔 三個維度以上也是一樣喔 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給他一些變化 來我們這裡加了一個 3X1X2項 好你看我只改這裡喔 我這邊只是多了一項 這個X1X2對不對 對不對 X1X2是不是一次試啊 也是啊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果會變怎麼樣 你看到了啊 這裡有紅點這邊有紅點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辦法找到一條線 一條直線把藍點跟紅點割開 做不到 對不對 做不到 所以你有看到了嗎 他基本上就沒有預測能力 因為他找不到 找不到一個好的線去把它割開 這樣可以齁 那我沒有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 在我們的Formula這裡加上X1 乘上X2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你加上這個Formula以後啊 這個 這裡就多了一個係數嘛 對不對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他在求解的時候 我把那個Model Print出來好了 好你看到了嗎 這邊是不是多了一個係數 這樣都會是 那你看現在是不是解的出來了 可以被這條雙曲線給他割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 呃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重要喔 這個動作 我現在把這個動作叫特徵工程 什麼叫特徵工程呢 就是 原來的Data只有X1跟X2 那我人為的去組合X1跟X2 產生一個新的Variable 然後把它放進我們的Regression裡面 那雖然Regression做的還是線性運算 X1跟Y是線性關係 X2跟Y還是線性關係 X1跟X2跟Y還是線性關係 Regression還是對每一個 Item是線性關係喔 可是因為其中有一個Item是X1跟X2的組合 我自己手工添加上去的 這樣子 X1跟X2跟Y的關係 就不再是線性關係了 這樣有聽懂我意思嗎 那我手工增加 增加這一項的這個過程 我們叫做特徵工程 Future Engineering 特徵工程 是線性邁向非線性的重要的一步喔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現在理解這件事情之後 呃 我們來看一下 再給他一個例子 那假設我們這裡 再加上一個X1跟X2的平方向 好這裡現在是不是X1變平方X2也變平方了 那 我剛剛是不是做一個特徵工程 就X1跟X2向 我們現在再print一次看看 預測的 有一點可以 但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好對不對 但是當然啦 比起完全沒有特徵工程的 結果還是好了不少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問你一件事 那你現在已經看到 Data要怎麼產生的了 請問一下我要怎麼加特徵工程 來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有沒有人回答 好來請講 加X1平方加X2非常好 好不好 這個 那個 均衡等一下記得 等下記得找住就要加分啦 好不好 有 有聽懂 欸 平方要怎麼加我來看一下 平方要這樣加 不好意思啊 我太久沒有寫這一串程式了 好 平方 平方加了 好 加完平方之後你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又能完美分割了 好 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所以你現在發現了什麼事情 假設 X1跟X2的關聯性 我是知道的 假設我是知道的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設計適當的 特徵工程的方式 讓 這個式子 是 線性關係 但是 跟這個 X1原始的那個數值 就不是 就是非線性關係了 那 非線性關係有幾種 這個可以加分 好不好 線性關係 非線性關係有幾種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數數看啊 絕對有幾種 你看起來很想回答 你要不要講想看 無限多種很好啊 加一分好不好 怎麼了 覺得這個答案太簡單了 無限 確實是無限多種啊 你們想想看 數不盡啊 有log 有什麼對不對 數都數不清 所以原則上 兩個東西如果是非線性關係 我們是不可能 我們是不可能可以 知道我要做什麼特徵工程 然後可以讓 他們兩個關係變線性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這件事情齁 在醫學上面 大家畢竟來這邊 都是醫學院的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就是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 你永遠不知道 年齡跟死亡率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關係 你們 現在講得出來嗎 是244嗎 還是34 還是什麼 指數4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講不出來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們今天是 物理系的 好像講得出來耶 對不對 這個 光要怎麼跑啊 對不對 是有一個公式的 雖然那個公式可能很複雜 但是是有公式的 對吧 那個公式要填進很多參數 需要透過觀察才能知道 不要說光束的數值啊 對不對 但是 但是這個 那些數值確定了以後 這個他們的關係是 是已經被 理論物理學家搞定了 對不對 不過現在大家在醫學院 目前還沒有這個理論 理論醫學家 把這個 身體跟這個 什麼死亡之類的關係 把他link起來 所以 你現在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你面對的問題 應該說這事實上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 你不知道你的 input 的那些 那些 那些 variable 跟你的 outcome 的關聯性 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知道 可是你要做特徵工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做特徵工程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需要一個 自動做特徵工程的方法 好我們現在來幫大家 summary一下目前的結果 好不好 我們在上一節課以前 去除掉一些簡單的非線性 那個分析法以外 我們大部分學到的 理論基礎都是線性的對不對 線性的公式對吧 那 我們現在 在這一課的前半段 我們已經知道 連接線性跟非線性 關鍵只有一個特徵工程 只要有好的特徵工程 我就可以讓我原本學會那些線性的分析方法 可以很輕易的套到非線性方法 所以問題只剩下一個 因為我不知道要做什麼特徵工程 所以我希望 可以自動做特徵工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的這個工具 叫神經網路 他的目標喔 我希望讓他自動做特徵工程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怎麼自動做特徵工程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 我們來想一下人家idea怎麼來的 好這邊有三個人 這邊有三個人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好不好 大家可以先拍個照啊 看這三個 等一下 我一定會問大家一件事情 等一下 後面還會再出現幾個人 有一個人會一直出現 我一定會問大家這個問題的好不好 有一個人會一直出現 那如果說 你發現不同的 這個 在每一個年代不同人 有一個人都一直出現 那他一定就是很重要的人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三個人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發表了一些natural論文 這個natural論文 大家一聽就知道很厲害了對不對 在1986年 發表什麼勒 他說 我想要 我們 我想要學習這個 就是 就是他 他是發展一個叫這個 這個 反向傳播法的一點點算法 好不好 這個 這個題目太選了 我們跳過 就是你現在看每個字 你可能都認識啊 但是加起來 那個 你可能會認識啊 對不對 就是 這個 你可能也會認識啊 但是 每一個 可是這個組合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所以我們直接看後面 我們到底怎麼解釋 好我們來想一下他的idea是什麼 他的idea是這樣子喔 我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啊 你現在 先不要講 要寫個方程式 把紅點跟藍點分開喔 你現在看到 你會知道這是一個二次式嘛 對不對 好那你現在先不要管椭圓 如果你是一個 三歲的小朋友 你現在叫一個三歲的小朋友來 你說欸 其實給你一支筆 起碼紅點跟藍點的分割線 把它割開 他不見得畫出椭圓 但他一定割得開 對不對 這太簡單了 這問題太容易了對不對 那他畫出來的那個 分割線絕對不會是椭圓 他能夠剛好畫出椭圓的機會太難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大腦解決這件事情 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啊 你想要把它表述成方程式 是已經很難的事情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你以前在學數學的時候 你就是在把這一段 把它建立起來 如何用數學員描述 這個現實生活的事情 這個是真的非常非常難 對不對 可是很多東西你天生就會啊 所以我們現在想的是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用天生你會的那套方法 來解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天生會的那套方法 就是 你的大腦是怎麼結構的嗎 好 你的大腦啊 是有很多神經元構成的 這神經元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 呃 他基本上就是 有一些先從這個紅色地方 然後收集一些其他人的 information 然後整合之後再 output出去 這個 output出去啊 可以丟給下一個神經元 下一個神經元會用他紅色素圖的部分 去接收那個資訊 然後繼續整合再出去 所以你的大腦其實就是很多個神經元的組合 那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的大腦在整合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不確定大一的學生有沒有交到 這個 這個 電訊號的這個傳導是怎麼傳的啊 這個不是說 這邊收到 呃 多少電 這邊收到多少電 這邊收到多少電 就直接累加起來把它丟出去喔 是 他要經過一個 他會有一個threshold 超過才往下傳喔 沒有超過就不傳 這個有上過嗎還是 高中有上過 高中有上過 那太好了 以後我就知道了 講這個不會太難 好 所以 聽起來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先把它數學化好不好 這個 這個數學化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數學化喔 你要接收很多input嘛 對不對 好你接收什麼 1 1就是結句 好 x1 類似你的年齡 x2 可能是你的性別 性別可能被coding0跟1 x3 可能是 hard rate 以我們data來講 他可能就是hard rate 這樣到我意思嗎 好接著 他分別乘上一些權重以後 累加起來 這個部分是不是跟線性回歸一模一樣 這部分跟線性回歸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他只是畫成一張圖 看起來比較炫 但他本質上就是線性別 好接著下一步 他要傳出去以前 我們要模擬剛剛前面那個threshold 超過threshold 我們才會往下傳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一串加起來之後 我們經過一個東西叫step function 這個step function非常簡單 就是大於0 他就 他就往下傳1 小於0 他就往下傳0 所以這個step function 其實就是直接把 東西變成0或1 的一個 簡單的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喔 這個step function 大家記住這個step function 我等一下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跟step function有關 好不好 這個step function 輸出就是0跟1喔 這個step function輸出是0跟1 他跟邏輯思惠規是不是很像 邏輯思惠規的輸出是什麼 是不是0到1之間 0到1之間的機率 那他們很像 所以說我可不可以把step function 換成邏輯思惠規 我們先把他換成邏輯思惠規 雖然一開始人家1958年發展出來的 是step function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學過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我們沒有學過 有step function的 regress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他換成邏輯思惠規 好不好 因為他們幾乎是一樣的玩意 好那但是 這個東西 既然 你把它 你把它累加起來之後 這不就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過那個sigmoid function s型函數 不就是邏輯思惠規嗎 那邏輯思惠規 如果說 這個1958年發展出來的這個 perceptum 這個東西 是 一個 邏輯思惠規 這個東西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線性 分類器 他沒有能力做非線性 運算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吧 好 那問題是 這是一個神經元 這是一個吧 你們應該同意 這是一個吧 對不對 跟前面的那個 比起來 他應該只是一個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很多個組合起來 我們來試一下 好不好 就是 我們現在 假設input是x1x2 這個假設 我們現在就假設x1x2就是 這個 年齡跟heart rate 就好了 好 那 我現在 第一個 這個 W0 因為他一拮据 對不對 我現在這兩個 這些 這個權重跟這個權重 是不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我先預測出一個結果 這個h1 這個h1 我經過sigmoid function之後 他輸出是0跟1 這樣可以吧 這裡輸出也是0跟1 0到1之間 然後我再把這兩個0到1之間 再組合起來 再用一個神經元組合起來 這樣子 三個神經元 組成的 是不是最基礎版的 神經網路 我用三個神經元組合起來 這個 現在這些 W10 W1 W12 還有這些 這邊總共有9個代解參數 這邊有9個代解參數對不對 這9個代解參數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喔 我現在還不知道這9個代解參數是什麼 這樣可以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做那個 就是我們在解釋 人工智慧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一步是什麼 我們現在這一步 只是提出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對不對 提出一個function set 那 參數我還沒決定 參數到data去訓練對不對 好 那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圖形 把它表示成數學式好了 來看一下 我們先 表示成這個線性預測函數 L 這個L函數啊 就是把X1跟X2填進去之後 就會產生一個這個 輸出嘛 對不對 然後它要過幾個mode的function 對吧 所以 X1就等於先過線性預測函數 再經過X函數 變X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L2跟L1的W是不一樣的 不然的話 X1跟X2就完全一樣了 所以他們兩個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那 一起丟進L3出來就是output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是一個組合函數對不對 他當然可以寫成 你可以把這個X1這一大串帶進來 X2這一大串帶進來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組合函數 好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已經把Predition function寫下來了 我下一步一定就是要去定義它的Loss function 它的Loss function是什麼咧 它的Output是0到1之間對不對 所以它的Loss function 我們可不可以借用邏輯思回規那個Loss function 就Cross Entropy 我們先借用 邏輯思回規的Cross Entropy好不好 就是因為 我現在可能要用兩個Variable 去預測一個分類任務 就是0或1之間的分類任務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就用Cross Entropy好了 那這個Cross Entropy就寫這個樣子 好那現在目標很簡單了 你這些式子都寫下來之後 下一步就是這樣子 你總共有9個代解參數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9個偏為分 因為你做了9個偏為分之後 你才有辦法用P2下降法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啊 我前面教的那些 你已經很熟練的那些過程了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我就一個一個就出現了 只是我把式子改複雜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式子改複雜之後 我要怎麼解出 這9個參數的 這9個參數的 就是導函數 偏導函數 好來我們需要用到一些工具啊 首先你要記得連鎖率 連鎖率我們每一節課都用到 好接下來 S型函數的微分 這個S型函數的微分 等於自己乘以1-自己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下來 Cross entropy的微分 這個大家可能已經記得了 Y跟P交換 然後P乘以1-P 再當分母 這樣可以接受 好這邊我們都先當已知啊 這邊我們都先當已知好不好 來接著 好注意喔 這幾個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家覺得 我們先看這裡啊 我們先問大家一件事 大家覺得 要先解哪一個 解哪一個比較簡單 來給大家加分的機會快點 大家覺得解哪一個比較簡單 來趕快趕快 有沒有人要講話的啊 講錯也可以啊 好不好 不管講對講錯都要講理由啊 有沒有人要講話的啊 蛤沒有啊沒有結語結語講個話吧 結語哪一個比較簡單 結語哪一個比較簡單 你憑什麼直覺嗎 你憑什麼直覺嗎 就看他1-1看起來就最簡單這樣子 來來來你是不是想講話啊同學 沒有啊 我在想就是 就是有簡單 有0的比較簡單 所以你覺得這些比較簡單嗎 好 看起來大家都有一些困難 我來告訴大家哪一個最簡單 好了 我跟大家講 最簡單的一定是W3開頭的 最簡單 為什麼呢 你已經知道要用連鎖率了對吧 連鎖率是不是要一層一層拆啊 所以最前面的是不是最好拆啊 對於 W1 跟W2來講 他都要拆兩層啊 他都是兩層連鎖啊 那W3他是一層連鎖對吧 所以說W3一定比較好拆 這樣可以吧 來我們來看圖哦 所以你可以先解這些對不對 再解這些對不對 你有發現你運算的時候 這樣往前運算 你在求偏微分的時候是反過來的 你有注意到這個過程嗎 好 知道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嗎 這樣可以吧 這叫反向傳播法 反向傳播演算法 這樣可以哦 來那我們先求W3啊 我們來看怎麼解好不好 好來首先 呃 這個東西的偏微分 我們可以先把Sigma把它丟出去 這樣可以吧 這個Sigma是累加嘛 我們可以分別微分再加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然後 對這串微分相當於來看我怎麼拆哦 這個過程理論上應該很熟練哦 我先對 因為Y跟O裡面誰有W3 O對不對 O裡面有W3 所以先對這個東西求O的微分 在乘上 對O求W3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這個過程可以接受啊 好 拆完之後這一串 哎 前面已經 有解了啊對不對 我們直接把它帶下來 O O乘1-O分之O-Y 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裡 這一串 哎還是有點複雜 我們再來把它分開 我們把S型函數裡面 把它拆出來 先對S型函數求為分 再乘上 對這一串求W3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我再又把這個東西 拆成連鎖率哦 可以接受嗎 哎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自己乘1-自己 好 自己 乘上1-自己 這個是不是S型函數微分下來 這裡微分下來 我們把它拆開好了 這個L3就是W30這樣 依此類推嘛 這邊是不是剩1 這邊剩1嘛 所以可以取消 這裡是O 這其實就O 這是O對不對 這1-O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約分約掉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W30長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好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數學不好 我也沒有想要強求你 這一段會 因為其實 我們在上就是繼續學習 你應該發現了 最後你也是用套件 我只想告訴你過程怎麼樣的 這樣可以 所以你只要接受 你中間不會算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說 這個結果是這樣算出來的 好 那接下來W31的偏導函數 前面完全一樣 最後改掉而已 最後改掉這裡的係數 是不是H1 所以H1放下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W31的偏導函數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吧 W32的偏導函數 應該還是可以接受吧 H2放下來可以接受吧 接下來 離的比較遠的部分 比較不好求哦 因為 你這裡還看不到W20對不對 你到這一步為止 你還看不到W20 那W20藏在哪裡 藏在H2裡面對不對 所以你先把W3這個 係數抓出來 然後W你要對H2 求W20的微分 那H2是不是可以展開 然後首先這裡X型函數 微分 跟L2函數的W20 的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兩個自己參與1-自己 然後這裡把W201留下來 所以他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大家想看多久 有 好啦你看起來很認真看 你會不會要講一下 你看得懂嗎 還是哪一步不行 沒有 轉到第三個 3跟4這裡不行 對不對 好來這裡 我先對 S型函數 求微分 S型函數的裡面這一包 我把它視為一整串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這一整串我直接丟到後面來 對他求W20的微分 好 這樣下面可以嗎 這個就是自己乘以1-自己 自己是H2 這樣可以 對對對 S型函數微分 這個簡單嘛對不對 好 你這個會求的話 下面這裡也會求了 這個 X1留下來 X2留下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要求W20的微分 這個要換掉 因為你本來在求這一步的時候 留下的是這一項 所以是用這個 32對不對 那你改31 所以這裡要改31 那後面都很像了 後面我都跳過了 所以9個是不是都被我求出來了 9個都被我求出來了 我們就要做練習體了 來這個練習體啊 我對你非常好 我把9個偏導函數通通都寫下來 就是 你不用管說 為什麼這樣寫 你已經 反正我都已經幫你求好了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做T2下降法 你要做什麼T2下降法呢 來現在你看哦 X1跟Y的關係 是不是一個二次式的關係 二次式的關係 照道理 是不能被 線性方程式解決了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 我把我的 predition function設計成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方程式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大家猜一下好不好 這個 那個 就是我們 那個 這樣的一個式子 大家覺得是線性 線性的還是非線性的 來有人要講話 好覺得是線性的為什麼 因為他好像是很多線性的組合 是不是 好 等一下給他加一分 你已經加幾分了 這節課 這節課兩分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請大家做一下 就是用 這一串方程式去解這個式子 我是這麼覺得 就是 我們其實這個部分比較像體驗 好不好我們就直接貼答案 好不好我請你們直接貼答案 可以嗎 好那 我們給大家 我們到20分的時候檢討 大家可以貼一下答案1答案2 好不好 答案2可以畫圖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 好那我們就先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重點 你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 現在這樣的做法 大家應該可以同意數學上都是合理的 就是我沒有偷偷用什麼 我沒有教的高科技 都是我們已經會了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你看我們現在是要求這 9個東西的答案對不對 注意我第一個 我先把它隨機 產生9個隨機數開始 我之前在給隨機起始值的時候 是不是經常是給零 對不對全部都給零 然後讓它慢慢跑對不對 讓我們來試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先 我要先去前面複製這些東西 好大家去看喔 我現在直接複製天上答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喔 我們的WMatrix最後 可以得到一組參數對不對 這可以得到一組參數嘛 可是如果我沒有給它先Random 我就一開始都是填0 我就開始給它填0的話 我在Source的話我們來看結果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你看這個數字是不是跟這個數字完全一樣 這個數字是不是跟這個數字完全一樣 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也完全一樣對不對 所以 來 所以說 這個數字等於這個數字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對吧 所以這兩個H1和H2的輸出是一模一樣對不對 一模一樣的話 是不是就等於這個刪掉好了 兩倍的這個這樣可以嗎 所以一模一樣 所以一模一樣等於沒有神經元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一模一樣等於沒有神經元嗎 就是這兩個神經元其實合併成一個了 這樣可以了解齁 所以 那為什麼 來第一個問題出來囉 請大家回答 為什麼 沒有隨機起始值 這兩個 這兩組數字就會一模一樣 有沒有人要說的 這個問題太難了嗎 為了讓大家 不要從0開始 從1開始也是一樣哦 你看是不是完全一樣 我從1開始結局也一樣哦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隨機起始值就是要橫著的問題 你要講是不是來 蛤 對 所以咧 哦好 呃 公式是一樣就是結構 他的結構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所以起始值如果一樣的話 呃 的確就是他最後算出來結果都一樣 但是呃 你這樣你可以給你加分啊 好吧 但是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你要思考他的偏導函數啊 你的起始值一樣的話 他偏導函數 這些東西如果都一樣 他們唯一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要嘛 YC 這部分是一定一樣的對不對 這兩個部分是一定一樣 所以要嘛 W32跟W31要不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要嘛就是H1跟H2要不一樣 這H1跟H2不一樣 或者是W31跟W31不一樣 他的結局就會不一樣 兩個其中一個不一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我如果 把其中一個 我不用改我不用改那麼多 我只要把W31 W31 就第九個數字我改成2 看到了嗎他結局就不一樣了 這樣可以嗎 我當然我希望是這個樣子 希望你講的 那因為在最開始的時候 雖然W31跟H2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他們數字是完全一樣的對不對 可是因為W31跟W32是不一樣的 他最後運算出來的結果就不一樣了 那當然為了避免麻煩 一般大家都直接用隨機起始值 這樣最最最最方便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只是在告訴大家 這個函數圖形 有些地方會很奇怪哦 就是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 那個出現的機率非常低 但是他是有一些 很特殊的狀況下 會讓這兩顆神菌合併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如果把圖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樣我們現在居然是可以割出一個 可以割出一個這個就是 非線性的這個 切割面了 至少是兩條線組合起來的嗎 對不對 所以 這樣的一個 function set 這一組 function set 他是有非 他是非線性 非線性公司 非線性式哦 為什麼他在非線性式 因為SIGMOID的函數關係 SIGMOID的函數本身是一個非線性關係 這真的不是線性關係嗎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式子裡面有非線性的成分 所以他是非線性關係 所以神奇的事情出現啊 你一個神經元是線性的 組合起來就變非線性 好 那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取消 我就是讓他 讓那個第一個神經元 跟第二個神經元一樣 對不對 我們再試一次 然後我們再print一次 看到了嗎 他是不是就變線性了 所以知道非線性的條件是什麼了嗎 兩個以上的 兩個以上的神經元在第一層 他相當於就是在幫你自動做特徵工程 他們兩個分別去處理不一樣的事情 幫你做自動特徵工程這樣可以吧 好我現在問我剛剛說我的問題 我剛剛這裡 我是用 logic regression 對吧 是用S型函數對吧 請問一下我可不可以換成step function 可以或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或不可以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 來請講 為什麼 太好了給他加三分好了 這個 這個答案實在太棒了 哇這個可見這個學長真的是有完全聽懂 我們今天我們上課一路上在講的東西 step function是不能用的哦 好不好 因為step function不能求為分 step function 他大於0的時候是1對不對 小於0的時候是0 所以他的微分都是0 他沒有斜率 完全沒有斜率 完全沒有斜率代表的是 你如果 真的要把他往後做連鎖率回傳的話 後面都會是0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乘到這一步 我們來看 乘到這一步 你乘到這一步的時候 0 後面都不用算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接受嗎 哇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這個答案值3分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擴展 就是矩陣化 為什麼要舉正化 為什麼要舉正化 因為剛剛我們是不是 如果我們有 兩個神經元在中間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求9個代解參數 我們片尾分是不是解的很痛苦 如果5個神經元在這裡的話 總共有幾個代解參數啊 9個5個18不對 是21 因為這裡要接6條線 這樣可以吧 這裡3乘5加6 就5加1這樣可以哦 21 好 那這個 所以 這樣子太痛苦了 我們一定要 用這個 我們一定要矩陣化 我們矩陣化的話 就會跟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當初在解那個 現境回歸的擴展的時候 舉正化是不是比較方便啊 就擴展起來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現在要舉正化他哦 我先跟大家警告一下 舉正化的微分很難 不過沒有關係 你不需要懂 因為我今天上課不是要教大家微分的 好不好 我教大家 為什麼會 我為什麼會教大家算微分 其實我講真的 我那個 這一整 這個學期上這一整門課 花一半以上的時間在講理論 那個 這個套件子交一下下對不對 我其實就在期待 類似學長講出來這句話 就是 我收到了你就學會了 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重要的信啊 那我不確定 剛好多少人想的到這個事情 好不好 那 這個 我們現在來把它矩陣化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反正微分總是有人會算嘛 對不對 人家就算出來 我們就直接用就好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還是把它帶一次啊 矩陣函數L函數改成XXXXW 這個W的 Input跟Output的維度 隨便我決定了 這裡 這裡固定 是X的 就是跟X的這個數目是一致的 這個是你Output的數目 就是你的H到底有幾個 你要H1到H10還是H20 到H20 隨便你決定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 這個 X型函數一樣 他是不變的 所以你的 方程式就改成這個樣子哦 第一層出去 變L1 L1可能會有10個神經元哦 10個或20個隨便你 然後全部一起過X型函數之後 這個 他的可能還是10個神經元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一起丟進L2 然後他的Output Dimension 一定是要1 因為他才能夠輸出這個 他才能夠輸出一個機率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以此類推 我們來求微分 來 這個微分方程啊 大家 大家看一下 整個市長這個樣子 微分方程 對這個 對這個C求微分 叫GradientO GradientO就是 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Close Entropy的 微分嘛 可以接受吧 接下來 GradientL GradientL2 是GradientO的下一個對不對 他跟O差一個S型函數轉換 這樣可以接受吧 GradientL就等於 對Loss球L2的微分 等於 GradientO 乘上對O球L2的微分 大家可以接受這一行嗎 GradientL2 等於 對這個球Loss 這個GradientL2跟這個是等義詞 這個東西用連鎖率可以拆成 先對Loss球 O的微分 再對O球L2的微分 我在利用連鎖率可以接受吧 我只是用一個比較複雜的方式把它表述出來而已 好 那 這個東西是 O減掉E減O對不對 所以兩個 互相抵銷變O減Y 前面兩行可以接受嗎 應該可以接受吧 再來W的話 那W就是再往下一點對吧 來 對W球微分等於GradientL2 在乘上 對L2 球W2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這個不好球啊 但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H跟W相乘嗎 對不對 這裡是H跟W相乘可以接受嗎 這個L就是 這兩個相乘嗎對不對 所以 係數就是H H留下來 需要有個E 因為有個結局向 要做一個拓展 需要有個結局向做一個拓展 然後轉字 這裡有一些轉字啊 只是要讓他矩陣的形狀長一樣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再求一路求下去的東西 都是用連鎖率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再來 H1的微分 等於L2乘以W 只是把這兩項調換而已 好再來我要求L1的微分呢 再把H1往下擺 Gradient H1 乘上 對H1求L1的微分 好自己乘以1-自己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依此類推下去 好 這裡啊 我只要大家知道結果就好 大家不需要知道 就是大家這個過程 這沒有辦法接受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只要知道最後這個結果就好 好那我們來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一樣我們請大家自己貼程式嘛 好不好 那現在因為你的 來我先跟大家講 你現在因為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W的形狀 現在已經可以隨便你定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請你 你可以直接複製練習2的答案 那這裡有個NUMBER OF HIDDEN NUMBER OF HIDDEN等於2的時候 當然就跟前面是完全一樣對不對 照道理他就只會分出兩條線 像這個樣子 他應該只會分出兩條線對不對 你可以試試看3 可以試試看4 試試看5 暴力點4-5-10好了 好不好可以試一下 你看一下變多的時候會有什麼效果 就是你的神經元變多了 你的腦袋不再是像這個 這個簡單生物一樣之後三個神經元組合在一起 變成更多的神經元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效果會怎麼樣 好那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 我們如果直接複製MLP Trainer這個函數 然後NUMBER OF HIDDEN等於2的時候 我們直接Source 我們會得到的圖就是這樣 這就是跟我們剛剛的結果一模一樣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神經元數目從2桿3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看起來這個曲線畫的更好 對不對然後看了5勒 效果是不是又更好對不對 你每一次跑結果會可能會 那個結果可能會不會說完全一樣這樣子 好50勒我們來看50 好這個畫的很棒吧 可以哦 好所以你應該有發現了就是你的神經元數目越多 他的曲線就會分割的越好 這樣可以哦 好我們來挑戰一個比較困難的任務 來看到哦 有SINEX1X2 SINEX1跟SINEX2 把它組合起來 我們來看他會變得多噁心好了 我們一樣先兩個神經元試試看 哥不太好對不對 看到了吧 這邊有一些紅點這邊有一些紅點 這邊又有一個藍點 這夠噁心吧 100個看看好了 欸強吧 這藍點沒閃過對不對 這是不是夠像小朋友 3歲的小朋友就是這樣畫對不對 可以吧 你看這種噁 這種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麼樣去表述的噁心的曲線 他都一樣畫得出來對吧 所以說 你如果要去猜這個X1跟Y是什麼關係 這太難猜了吧 對不對 我就不相信你猜得到他是 這個賽函數跟這個的組合嗎 對不對 你直接看的話 剛剛 直接看這些點就看得出來 是賽函數的組合的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啊 如果有的話趕快跟我講一下 我們好好幫你培養成諾貝爾獎金的 好不好 那 所以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我們現在學到了這個 方程式 他有自動做特徵工程的能力 然後可以完成非線性的 這個就是預測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方法 比那個前一個牆上不知道多少 比那個那個什麼 彈性網路牆上不知道多少 但其實他改變很少 改變只有中間 我們給他增加一些東西對不對 就是我們本來是直接預測 然後變成一個組合函數 改變就這個樣子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用這個 前面這個複雜過程 我們就跳過來 我們直接用data 然後來做 用範例資料 就是用範例資料 然後用套件來做 這個大家就是一定要學會的 因為到時候要做預測 你一定是要用人家的套件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畫圖 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這只是給大家就是展示說 這個原來從一個函數 變成好多個函數的組合 非線性的能力就自動出來了 然後我只要很簡單的去調整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 放在這裡是Number of Hidden 我直接把這一串程式碼丟給大家 大家都不了解那個Number of Hidden 什麼意思 那我透過一系列的數學推導下來以後 你應該就可以了解了吧 他就是神軍人變多了 更多 小 就是更多這個小兵 我們把每個神軍人當作一個小兵好了 更多小兵去執行自動的特徵工程任務 然後最後再有一個大哥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們這個 用這個套件 他意思也差不多 就是這個樣子用而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要先把檔案讀進來嗎 好 然後接著Library N.Net注意哦 自己可能要先下載哦 你可能要先下載N.Net marathon 我們來做 我們來做 N.Net 我們來做 他可以支援三個型態的Outcount 他可以支援現金預測 就預測K 二元預測 預測LVD 預測AMI是多元位別預測 是對不對 注意哦 N.Net這一個函數不能預測Survival 那個Elexic Net比較方便啊 可以预测survival n net不能 不能没有关系啦 反正你就知道他的限制就好了 那个如果说 因为n net这个函数是比较简单啦 你看这个函数他就是输入公式 然后size等于5 size就是你的神经文数目 然后你的那个迭代次数要几代 linear out 这里n 的话 这个k 这里叫linear out 如果entropy true 这里就是那个 那个这个是 binary 的 outcome 那如果 这边都不写 这边都不写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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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多类别的 outcome 这样可以接受啊 好 那 decay 呢 decay 就学习率啊 然后trace 这个 false 就是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他的轨迹好不好 你不要 不要告诉我他怎么运算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个 linear 的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个 linear 的 这个就是 result 对不对 那我们再得到一个 binary 的 predictor 再得到一个 martin level 的这个 predictor 好 好那这个 用法都很简单 n net 丢进来 然后后面就 predict 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跟之前的用法非常像 对不对 这套件应该 很容易可以用 好那我们来直接来给大家做一个练习啦 好不好 这个练习就拜托你真的要做了哦 我们真的要希望你去预测这个 呃一样分成 training validation test 对不对 然后你要预测什么呢 预测假离子浓度 所以预测 k 好注意一件事情哦 你预测 k 那预测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决定 谁比较准 你可能要用这个函数 correlation 这样可以吧 你可以跟弹性网路做比较 好我觉得时间有点赶了好不好 因为我今天 只想给大家练习10分钟 因为我希望今天在15分钟的时候 然后我课程告一段落 然后我要请助教帮你们开 期末作业要的那个账号 期末作业你要可以 上网去 提交你的预测结果 你可以找到分数嘛 对不对 我等下15分的时候 要请助教帮大家开这件事情 所以我 这边只给大家10分钟 可能做不完你就直接贴后面的答案好不好 好那就这个样子哦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已经叫你们直接贴答案了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又做GLM 的结果 GLM net的结果 就是Electric net 那我的alpha设了0.5 实际上我alpha是可以改的哦 就是 我们上节课的最后是不是alpha 我们从0.0 0设到1 然后每个0.1设一次 然后去尝试 最佳参数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随便丢一个0.5 这个通常不会是最好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结果 结果是 我们得到的相关系数是在veriduring data 上面的相关系数是0.333 那如果你用N net 我这边Size是100哦Size是可以改的好不好 这个要跑蛮久的 Size如果100的话要跑蛮久的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是多少 好啦我们就 我们就不要等他了 他最后出来可能是3.1啦 或3.1.2 你可能会发现结果不是很好啊 不过其实就是 呃出来了 好那我们把100改成 20我们来试一下 20有点差 他 没有办法预测对不对 这个变0.09 然后我们改成30好了 诶 所以100 所以可能还要多一点 这个数字才会上去 好 所以这边其实有很多参数要调 你应该知道吧 那 我我这边没有用回圈去暴力的解 但实际上 你如果想要用他的话 你应该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姑且用100好了 我们用100发现 这个弹性网路似乎不见得比 我们刚刚学了半天的这个 多层感知机来的差 对不对 好我给你讲哦 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哦 就是线性 虽然我们学了更强大的非线性工具 但是线性工具直接预测结果 诶反而搞不好不见得比较差诶 不过 注意一件事情 我是在Verexpress上做的 tester 如果你拿到training data上面去测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拿training data来测的话 弹性网路的performance 0.37 跟0.33 差距是不是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用多层感知机的话 这个差距就很大哦 看到了吧 为什么 因为 实际上是 你的training data跟verexpress data 是随机分的对不对 你也许真实的 蓝点跟 红点它的分割线 实际上啊 应该是黑线 就是它有一些error 这样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在这个黑线的周围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error 对不对 可是training data就有它training 特别的error的方式 如果你真的强迫那个 一个很强的神经网路 去画出一条绿线 把这个在training data里面割得非常清楚 performance是不是就会很好 但是 它在validation data的时候 validation的error就不是这样的pattern 所以它错误就会多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 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叫overfitting 你在使用非线性工具的时候 你最害怕的事情就是overfitting 就是你的非线性工具割出了一条 呃就是匪夷所思的分割线 导致 学到了一些错误的error pattern 而这个error pattern在未来是不会出现的 这样可以吧 好 那要怎么解决overfitting呢 桑捷克教的正值的话 其实是个好方法 尽量让每一个 而且 而且他在做t度下降法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可以去apply 对不对 好 可是当然了 在n-net这个函数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用的 我们今天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叫多层感知机 感知机 perceptum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简单的神经元 那multi-layer perceptum mlp就是把很多个 神经元组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现在教的神经网路 这个东西 你应该感觉出来很明显的 他是基于统计工具的扩展 他的数学并不复杂 对不对 就是至少我前面路交上来 我因为我花了够多堂课去铺成他 所以你应该不会觉得他太难 他所用到数学工具 都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东西 好那 他可不可以扩展到存活分析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只是那个套件不能用而已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他可以 好那 注意件事情 你们如果听过深度学习这个turn的话 我要跟大家讲 深度学习这项技术就是多层感知机的进一步扩展 就是从他继续往后 那当然会遇到 听起来好像 现在 听起来好像要扩展他 就是把他叠了更多层 难度好像没有很高 而实际上会遇到一些其他问题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已经矩阵化他了 你这样看起来这样子就是跌一层 这样就跌一层 你如果一直往下跌可不可以 可以 解偏为分也不会很难 可是在运算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到底不是运算资源不足 就是他会有其他的问题 学校技术就被解决 就是他后面的扩展 会有一些在浅层的神经网路 没有遇到数学问题 在深层的时候会遇到 而那个问题 2016年才被突破 那个数学问题2016年才被突破 有很大的突破 大概有多大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那个什么NATURL是一个重要的PAPER 重要期刊对不对 期刊能够发在NATURL上面 或者是像我们校长 能够发在这个SIZE上面 发表在SIZE上面 大家都会很尊敬 对不对 SIZE的那个impact factor impact factor大概50吧 或100 这已经很高了 非常离谱了 什么叫100我来跟大家讲 这是发表在SIZE上的文章 平均每年会被引用100次 好这个就已经非常离谱的数字了 大家已经非常尊敬了 对不对 这一篇 2016年出的PAPER 2016年到现在也没有很久 对不对 6年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被引用几次好了 好13万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历史级的研究 好不好 他真的是很重要研究 所以 但是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讲这个东西了 因为 这个如果下期大家有兴趣 我们快要上了好不好 或者 如果 你们实在没有空 我们就看网络课程嘛 好不好 好那 你现在知道了哦 这一套 这一套工具是很强的哦 但虽然说现在你看起来他很弱 但他 其实还可以做很多扩展 你现在手机 那些什么 Apple Siri啊 或是什么最近什么 那个什么 特斯拉出的什么什么聊天机器人啊 微软小兵啊 通都是这套技术的衍生啊 这样都有意思吗 好 所以说他真的是很强哦 好 那你需要解决的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几个 第一个是那个数学问题 那个数学问题 不好解决 但是总是被突破了 第二个就overfitting 你要 你要学会非常多技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他就真的有 跟人一样的能力 好不好 那个数学式就真的够复杂 然后可以去predict anything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的上到这里 那我们等一下请大家到前面来那个 开账号好不好 就就这个样子